金工贝 金工贝 大家好 欢迎到YDiary 就耶诞节只剩下几天时间啦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准备什么小礼物 或是贺卡要送给亲朋朋友们 我们今年的耶诞节卡片呢 非常开心是要和其他玩文具的 却瓶一起来参与一个任务挑战 不晓得最后A会做出精致的小卡片 还是两个小纸片呢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次的活动流程 还有我们所要使用的任务礼包吧 好 那这一次的耶诞卡片任务啊 我们要使用到的素材是这一包 达达 plus的耶诞节礼包 所谓公寓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我们来看一下礼包里面有哪一些好器可以使用吧 好 就是这一包 我们来看一下吧 Open 好 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一个磨豆 就是豆豆贴 还有修正袋 护士山巷皮擦 以及笔形剪刀 好 那我们就立刻来看一下 那如何使用这些商品来进行我们的任务吧 耶诞拼贴卡任务 我们首先各自帮四项产品编号 1到4 再来利用这四项产品拼贴成一张耶诞卡 我们还可以自行决定看要使用什么样的额外素材 比方说纸招带啊 纸张或是一些小贴纸都可以 完成之后呢 我们会在卡片背后写上指令 比方说 左上角请用1 中间去浴群使用2号 这边重点呢 是我们互相不了解对方的产品编号是什么 接下来我们会依照对方的耶诞卡任务指令 再用我们先起的编号来进行创作 那最后到底会是喜喜洋洋的耶诞卡 还是眼睛业障重的怪诞卡呢 好 我们马上来进行吧 我们先帮这四样文具来定义编号 1是剪刀 2是修正袋 3是橡皮擦 4是痘痘贴 我们先说整张卡片的概念啊 主要是以这四样文具来进行9个步骤 它们依序是这样子的 首先在中心点使用编号4的痘痘贴 把红蓝双色的底纸黏好 再来我们画好主角雪人 使用编号1的笔形剪刀把主体剪下来 再用4号多多贴贴上去 那红色围巾啊我就没有使用剪刀了 是用美工刀来割出来的 再来使用4号多多贴来粘围巾 又使用修正袋来点缀围巾的花纹 用1号剪刀弄一点帽子出来 再用4号多多贴固定 那橡皮擦我真的是不知道要怎么样使用 后来想到 把它擦出足够的橡皮屑以后啊 揉成圆形可以当成雪人的钮扣 不过这边啊我是额外使用 恐红胶固定的 最后是以棉花当成雪地 使用多多贴把它贴上去 整个四项文具的使用就到这边 除了以上的步骤之外啊 我们还有加上烫金笔书写的文字 以及雪花贴纸来点缀 完成以后我们把这张卡片寄给雀屏吧 好的我们收到了雀屏的操作步骤了 同样是九个步骤 但是它怎么样帮这四种文具来编号啊 我们是不晓得的 必须要使用原本我们自己定义的编号来操作 也就是同样是 第一剪刀 第二抽中袋 第三橡皮擦 第四是痘痘贴 我们先在左上角用剪刀剪一个弧形 好右下角也剪一个吧 做个对应 不过依照规则 我不可以使用痘痘贴来粘的 所以就使用口红胶把两张纸结合起来 那进行步骤三之前呢 我先使用橘胶带 弄了几个方形 再用美工刀割比较工整一点的形状 我们使用四号痘痘贴 把这些方形当成礼物贴在下方 接下来是要在下方使用到二号出正袋 那把它当成礼物的缎带来试试看好了 好虽然有一点斑驳 但还可以啦 我上面再用一个贴纸来预盖泥浆一下好了 到第五个步骤 是要在右上角使用橡皮擦之前 那我先用四千笔画几个彩球 那右上角的地方我们强化一下 等等看可不可以晕开 好我们使用三号橡皮擦 来试试看有没有晕染的效果 OK没有 那沾水再试一下呢 OK失败 那我们再涂一下好了 把它当成光影 我的天哪有点毁耶 好啦到下个步骤来试试看啦 好我们使用四号痘痘贴 把蕾丝纸贴上露出一点光好了 左上角也使用四号痘痘贴 那贴一个刚才割好的礼物吧 右下角也要使用痘痘贴 那我们就割两条线来当成礼物的缎带粘起来吧 最后剩一个步骤 可是呢我们这张卡片的主角还没有出来 那既然是姐妹卡 那我这张的雪人就换个边 可是不可以使用剪刀 所以就使用美工刀吧 步骤没有说中间可以使用四 那我们就继续使用恐红胶来粘 围巾一样是用割的 再用恐红胶粘 最后就是精华啦 中间使用二号的修正袋 诶这不刚好吗 我们围巾再来一个花纹 步骤结束 剩下我们除了五官是用画的以外啊 要割一个鼻子 用恐红胶粘 再用雪花贴纸和扭扣来点缀 那因为步骤没有办法一直使用到剪刀 所以我就不给他帽子了 抱歉 我们用自己的编号 来执行确评的卡片步骤 做出来的成果是这样子的 OK那我们接下来就要看看 他的原版会是什么样子咯 Open 哦这张卡片好有节气感哦 而且和我想象的很不一样耶 确评这张卡片呢用了蛮多的 干印技法 而且还让主角立体化 颜色的选择上面呢是比较温暖热情的 我非常喜欢 超级感谢 来对比一下 这两张都是按照翠平的步骤处理 但完全是不同风格的物种 那除了是颜色还有角色的营造之外啊 主要还是和我们各自定义的文具编号有关 那前面两个步骤都使用的是一 我的是剪刀 那翠平这张有可能是痘痘贴 也可能是剪刀我猜 再来依序在下方用4和2 所以这两个号码里面应该有一个是痘痘贴 那3号很明显嘛 绝对是修正带的啊 整个构图来看 4号是用最多的 这个求重物也最多 那该不会是橡皮擦吧 诶有可能耶 用橡皮擦来盖印也是一个方法 这个新用法是完全合理的 好那这样的推论下来的话 我认为她的1号是剪刀 2号是痘痘贴 3号是修正带 4号是上皮擦 不晓得这样的推论是不是正确的 各位可以去确评的影片来获得正确剪刀哦 4号是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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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 今天的耶誕卡拼貼就到這邊結束了 希望大家可以覺得很有趣 你也可以和三五好友一起相約來點不一樣的聖誕活動喔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或者是有什麼其他卡片拼貼玩法的話 也歡迎留言告訴我們喔 你別忘記追蹤我們的IG 那我們下次見啦 祝大家耶誕快樂 嗚呼呼